江都东园新村小区 是扬州市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 在女教师于岳林的眼里 这里却是她人生的耻辱之地 因为她的前夫及其新欢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于岳林每每想到这个小区就恨得压根发痒 42岁的于岳林 曾多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她也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 丈夫汤岳林是扬州一家工厂的工人 与她是青梅竹马 结婚生下了女儿汤小陈 前些年厂里的效益不好 汤岳林索性就辞职下海经商 经过几年的打拼 她担任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 如今她的公司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 公司的资产超过了千万 14岁的女儿小陈 相貌甜美 乖巧懂事 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纪的前五名 事业和家庭都经营得如此成功 于岳林成为学校老师人人艳羡的对象 而她也非常珍惜着一切 在当好一个老师的同时 也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 最近的三四年来 岳林发现丈夫回家的时间是越来越晚 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都不回来吃一次饭 而面对妻子的询问 汤岳林每次都推说自己事情多 工作忙 于岳林感到丈夫的心不在家里 便提醒说 你以后要经常回来吃饭 这样夫妻之间 妇女之间才有交流和沟通 否则都不像一家人了 一天 汤岳林在家时 公司办公室的文员吉成美 拿了一些极箭让她签字 出于礼貌 于岳林留吉成美在家里吃饭 饭后 吉成美执意要帮于岳林去厨房收拾网筷 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交谈起来 于岳林得知吉成美是33岁 已结婚 也有个儿子 她的戒备之心就放了下来 之后 这两个女人经常一起聊天 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两个家庭之间也经常的走动 好几次 于岳林与丈夫发生口角 立刻去找吉成美诉苦 吉成美总是柔声细语地劝慰她 出于对吉成美的感激 从2004到2007年间 每年的暑假 于岳林带女儿外出旅游时 都邀请吉成美跟她们母女同行 并承担吉成美的费用 于岳林觉得 这样一个贴心的姐妹 也是世间难得的缘分 还时常对女儿小陈感叹 要是没有你吉阿姨啊 妈妈心里的烦恼啊 都不知道向谁诉说去 我真是要感谢她呢 2008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 于岳林正在批改作业 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吉成美的丈夫林景辉 当时林景辉因为气氛 声音已明显变调了 他在电话里 几乎是吼叫着告诉于岳林 你老公唐岳林和我老婆吉成美 被我堵在汽车里了 这对狗男女当时是一死不光 于岳林顿时就懵了 不会吧 唐岳林是我老公 吉成美是我的好姐妹 他们怎么会背叛我呀 搞在一起 你肯定是误会了 林景辉告诉于岳林 两个月前 他发现吉成美的手机里 有一条汤岳林发来的短信 内容有些暧昧 之后便开始暗中跟踪他们 事发当晚 吉成美在自家吃过晚饭后 兴奋的洗澡换衣涂脂抹粉 林景辉一看就觉得有问题 于是不动声色的悄悄尾随其后 最终将拖得一丝不挂的 这就是男女捉奸载车 于岳林是欲哭无泪 他想不通 为什么这两个自己最信任的人 竟然双方的背叛自己 岳林希望丈夫给自己一个解释 但深夜归来的汤岳林 并无太多愧疚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啊 我是一时冲动的 我跟吉成美只是一次放纵的激情 不是真正的爱情 以后我们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交往了 我在乎你 也在乎这个家 于岳林觉得丈夫的解释 无法平息自己的愤怒 更怀疑两人早就有染 吉成美之所以要当自己的闺蜜 只是为了麻痹自己 他拉着丈夫打吵 汤岳林却冷冷地说 我和他就只发生过这一次 我都说了 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还要怎么样 于岳林不依不饶 两人为此 一直口角不断 很快 于岳林得知 事发后不到一个月 因为林九辉无法容忍妻子的背叛 坚决要求离婚 吉成美很快与丈夫 办理了离婚手续 儿子归丈夫抚养 事情好像就此了结 但于岳林的心理却无法平静 吉成美离婚了 汤岳林会不会也想离婚 然后跟吉成美结婚 他直接了当地问丈夫 你是不是也想离婚啊 再跟吉成美结婚 汤岳林美好气地说 你总瞎想这些 有意义吗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跟他不会再有任何的纠葛了 虽然得到丈夫的保证 但于岳林心里还是十分不安 毕竟遭到丈夫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他怎么可能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呢 此后的一年间 于岳林与汤岳林经常为这事吵闹 夫妻感情大受影响 遇到汤岳林有事晚归或者是出差在外 于岳林总会是翻出这些事来说一遍 汤岳林知道妻子是个烈性女子 眼里不揉沙子 可一直这样争吵 她也感觉疲惫了 而于岳林在这样的猜忌和争吵中 也痛苦不堪 她越来越觉得 丈夫当年的背叛是不可饶恕的 2009年7月底的一天 夫妻俩再次大吵过后 于岳林怒气冲冲的提出 这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汤岳林沉吟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我背叛过你 这是一直让你不舒服 是你心里的疙瘩 这样过下去你也不快乐 你想怎么办 我都听你的吧 2009年8月10日 于岳林与汤岳林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两人约定 他们共同居住的房子归于岳林和女儿 汤岳林每月支付女儿800元的生活费 离婚当天 汤岳林当着女儿的面 向于岳林承诺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 当时我是一丝糊涂 我是根本不可能与集成美共同生活的 永远不会 汤岳林这番表白 让于岳林心里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 平心而论 她还是爱着自己的丈夫和这个家的 但她心里一时难以抹掉被丈夫背叛 被闺蜜欺骗的阴影 她告诉朋友 她只是想以这种方式给丈夫一次深刻的教训 让她知道家庭来之不易 以及背叛家庭要付出的代价 离婚后一个多星期 于岳林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她有些后悔了 甚至在心里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 她觉得丈夫出轨 自己也有责任 于是 她托一位要好的朋友给汤岳林带话说 她曾经恨过她 恨她对家庭和孩子的不负责任 但内心深处 她还是放不下她 放不下他们十多年的感情 她愿意重新接纳她 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庭 前妻的这份爱的呼唤 汤岳林显然是漫不经心 她只是淡淡地让那位朋友 传话给于岳林 称自己 目前只想先冷静一段时间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但在于岳林看来 汤岳林没有明确的回绝 就说明她对这个家还有感情 再加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女儿 相信她回归只是迟早的事情 于是于岳林趁着放假的机会 把自家的家具摆设 精心地做了一番调整 希望汤岳林回家的时候 能让她眼前一亮 惊喜万分 可是于岳林还没有等到汤岳林的回归 却听到了她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2009年8月底 也就是于岳林和汤岳林离婚的当月 于岳林听朋友说 汤岳林刚一离婚 就与吉城美租房同居了 而吉城美的肚子早就大了 现在至少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听到朋友此言的那一刻 于岳林的耳边清晰地想起了 汤岳林离婚当天 在他们母女面前说的话 我不可能与吉城美共同生活 这才几天呀 他俩不仅已经同居 而且吉城美已经有了 好几个月的身孕了 这就意味着 汤岳林背叛家庭 并不是他撑得一时糊涂 于岳林的肺都要气炸了 当天晚上七十许 于岳林来到了江都东元新村小区 汤岳林和吉城美的新居就在这里 他在小区门口等了四十分钟后 终于看到了汤岳林和吉城美 挽着手崴出散步 幸福的笑容在这对男女的脸上荡漾着 却像是尖刀板刺向了岳林的心房 愤怒的岳林像一头激怒的母狮 他尖叫了一声 怒骂着就扑过去 冲向了汤岳林 边打边骂 你刚跟我保证过不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你说话不算话 你不是男人 站在一旁的吉城美起先被这一幕吓傻了 缓了缓时后 他站到了汤岳林和于岳林的中间 提高了嗓门反问于岳林 你们已经离婚了 他现在不是你的丈夫 他是不是男人 你管得着吗 已经被怒火啄红了双眼的于岳林 转头冲向吉城美大喊 你这个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 我当你是好姐妹 你竟然破坏我的家庭 你还有没有良心呀 吵闹声很快引来了很多看着闹的小区居民 汤岳林见此清景 死命的推开于岳林 拉着吉城美仓皇离开了 自己的丈夫成了闺蜜的男人 于岳林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些天 他夜夜失眠 茶饭不思 甚至开始厌世 一天晚上 他独自在家时 竟然割腕自杀 被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警告他的家人 他的精神状态不好 有些抑郁症的先兆 要及时的就医 家人不得已 将他送到了 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医院就诊 医生说 于岳林是典型的精神抑郁 医生叮嘱他的家人 要劝他 凡事想开一些 不要胎人死理了 即使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家庭问题 要强的于岳林在学校里 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家事 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 更不愿被同事们笑话 他将所有的痛苦都咽进了肚子里 但每到夜深人静时 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个问题 汤岳林曾经信誓旦旦的说 他不会和吉成梅生活在一起 现在他还是食言了 如今吉成梅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 如果他与汤岳林有了孩子 那汤岳林就更不可能回归了 那么他的女儿怎么办 难道让他从此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 于岳林是教师 深知家庭完整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他看过太多的学生 因为家庭变故而性情扭曲 从此就断送了前途 他不愿意女儿也落得如此的结果 为了让女儿健康地成长 他在离婚之时对女儿解释 爸爸妈妈感情出了问题 想分开一段时间冷处理 等处理好了 爸爸就会回来 为了不让女儿失望 他盼望着汤岳林能回到这个家来 可现在吉成梅有了孩子 汤岳林的感情天平 自然而然的会偏向吉成梅了 于岳林认为 吉成梅就是想用肚子里的孩子 来拴住汤岳林 他想 如果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那汤岳林的回归之路 就没有绊脚石了 可怎样才能让吉成梅流产呢 于岳林想起媒体上 近年来时常有报道 说现在因为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 不断增多的重金属元素 致使不少女性不孕或者是流产 他的脑子里突然就闪过一个灵感 弄点签粉 让吉成梅流产 几天后 于岳林在淘宝网站上 以六元的价格买了一包签粉 但是 怎么样才能让吉成梅把这些签粉吃下去呢 于岳林再三考虑 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借助女儿帮忙 于是 在他的授意下 14岁的女儿小陈 趁去看父亲时 悄悄偷配了汤岳林与吉成梅住房的钥匙 2009年9月底的一天下午 于岳林带着那包网上买来的签粉 用那把偷配的钥匙 打开了汤岳林与吉成梅住处的房门 他将签粉 撒进了桌上一盘卤菜里 而后仓皇离去 当晚 撒了签粉的卤菜 全被汤岳林吃了 几个小时后 汤岳林出现了腹痛 腹泻 呕吐 大变成黑色 到医院就诊后 医生告诉汤岳林 你的血液血迁含量高达360 这是签中毒的明显症状 怎么会签中毒呢 汤岳林和吉成梅自然急着找出真相 经过仔细的观察 两人发现家里餐桌上的几件餐具 像是被人冻过了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投毒呢 两人赶紧到派出所报案 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 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建议他们在家里安装一台监控录像 随时观察 那几天 于岳林偶然听朋友说 虽然汤岳林与吉成梅已经同居 但两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 这让他心里好一阵的狂喜 他觉得 单凭这点就可以说明 汤岳林的心里还有他和女儿 还有这个家 于岳林因此信心大增 他觉得自己应该抓紧行动 早一点让吉成梅肚子里的孩子流产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 于岳林又用那把偷配的钥匙 进入了汤岳林和吉成梅的住所 将铅粉搬进了冰箱里的一盘凉面中 吉成梅下班回来 当他从冰箱里拿出凉面准备吃时 发现凉面竟然成了黑色的了 吉成梅当时就起了疑心 会不会是家里又出轨了 于是 吉成梅打开了装在客厅里的监控录像 画面上清楚地记录了于岳林 开门进来后 进入厨房打开冰箱的全过程 吉成梅一气之下报了警 于岳林很快被传唤到了派出所 在证据面前 于岳林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入室投毒的事 当晚 汤岳林主动为于岳林向警方求情 表示事情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愿意自行处理 警方考虑到三人之间特殊的感情纠葛 最重要的是当晚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便在对于岳林进行了批评教育之后 同意展示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两次投毒都没有如愿 于岳林非常的沮丧 此后 汤岳林和吉成梅也加强了戒备 换了房间的钥匙不说 还时常打开监控录像 看看房里有没有可疑动静 于岳林再也没有机会了 2009年11月29日 吉成梅生下了一个足远男孩 取名小智 小智的出生 让于岳林的心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 一直以来 他固执地认为 汤岳林在心底里还是在意他和女儿的 只要吉成梅流产 汤岳林就会回到他和女儿的身边 却没想到吉成梅不仅仅没有流产 反而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于岳林知道 汤岳林心里早就盼着有个男孩 他曾无数次半开玩笑地说过 没有儿子可不行啊 我挣下的家产 将来怎么能拜拜公司送给外人呀 现在吉成梅给他生了个儿子 那汤岳林就更没有理由 不给他一个妻子的名分了 于岳林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崩溃了 更让于岳林没有想到的是 小智的出生 还让女儿小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委屈 2010年1月初的一天傍晚 于岳林下班后 看见女儿小晨独自在家里流眼泪 忙问女儿怎么了 小晨告诉他 自己刚才因为有事情要跟爸爸商量 便去了东元新村小区找汤岳林 没想到被吉成梅很不客气地警告了一通 吉成梅当时告诉他 小智这两天感冒了 大家都怀疑是被你传染的 你以后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尽量少到我们这儿来 否则真把小智传染上病 我可不饶你 自己最心爱的女儿 被第三者如此地侮辱 于岳林心里的愤怒 噔的一下就点燃了 他当即要去找吉成梅算账 却被小晨死死地拦住了 怒不可遏的于岳林 于是拨通了吉成梅的手机 在电话里大骂 生了个没名没分的野孩子 有什么可嚣张的 吉成梅也毫不相让 那又怎么样 我就是生了个儿子 你还生不出来呢 两个女人再一次地唇枪舌战地吵了起来 小晨此后的处境 并没有因为于岳林的这次发飙而得到改善 他说 自从有了弟弟之后 之前一直深得爷爷奶奶宠爱的他 在老人面前的地位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女儿的话让于岳林大受刺激 于岳林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小智的头上 那一刻 于岳林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女儿 他一定要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想了很久 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孩子消失 怎么才能让这个孩子消失呢 于岳林开始上网查询 经过大量的搜索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种叫做斑毛素的剧毒药物 于是 于岳林从网上购买了八瓶斑毛素 收到药后 于岳林先买了一只宠物鼠进行实验 结果 宠物鼠在进食后的一个多小时就死了 由于汤岳林的住处有摄像监控 于岳林想来想去 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让女儿出面 他想 万一汤岳林和集成美发现了 就说女儿来看小弟弟的 情绪冲动之下的于岳林没有意识到 因为爱女心切 他却把女儿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小陈再次去父亲家 偷偷拿到父亲的房门钥匙 于岳林接到手后偷配了一把 2010年2月5日上午 于岳林和女儿小陈一起来到东元新村小区六栋 小陈用事先偷配的钥匙开门进屋 将放在客厅桌上的小智的奶粉罐抱到屋外 于岳林将所带的斑毛素投入了奶粉中 搅拌均匀后 让小智将奶粉罐放回原处 当天 集成美带着小智去走亲戚了 并没有吃家里的奶粉 两天后 集成美带着儿子回到家 给儿子充服了罐中的奶粉 小智很快出现了腹痛呕吐等症状 汤岳林文讯赶紧将儿子送进院急救 与此同时 集成美第一时间就想到 会不会又是岳林来到家里投毒了 于是他火速报警 并和警察一起打电话询问岳林 你有没有投毒啊 是什么毒 如果投了毒的话就赶紧说出来 医生好对症下药 抢救孩子 但于岳林拾口否认投毒 2月28日 出生仅4个月的小智 经抢救无效死亡 哭得肝肠寸钻的集成美 坚持怀疑于岳林有投毒嫌疑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有关部门对小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尸检结果显示 小智是因为服用了斑毛素 而导致的肾衰竭死亡 体内还有药物何取磷的残留 警方随后在案发现场的奶粉罐上 提取到了一枚小晨的左手中指指纹 警方又根据监控录像 很快发现小晨曾经到过汤家 于是依法传讯汤小晨 10分钟不到 14岁的小晨就哭着承认 是我干的 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我妈妈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 随着警方询问的不断深入 小晨对如何购买斑毛素 怎么知道要投多少剂量等问题 张口结舌 其回答也非常的稚嫩可笑 最终 面对警方的询问 小晨不得不说出了妈妈于月林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 于月林似乎是早有心理准备 当警察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 他平静地伸出自己的双手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走吧 之后 于月林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转全过程 扬州警方在于月林使用的 笔记本电脑上 发现他曾多次上网搜索斑毛素的作用及毒性 以及斑毛素中毒几小时会死亡等内容的浏览记录 第二天 警方在于月林弟弟的家中 搜出了另六瓶放在鞋盒中的斑毛素 2010年4月1日 检察机关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于月林和汤小晨批准逮捕 此案迅速在扬州地区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人们很难接受 一个从教多年 获得无数荣誉称好的优秀女教师 会因为感情纠葛 而成为杀人犯 于月林所在的学校学生 更是无法接受他们多年来一直爱戴的于老师 从此将要涌离三尺讲坛 深陷淋雨 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 给法院检察院等办案机关写下了长达十页的请愿书 请求法庭能够对其宽大处理 当地复联教委等多个部门也表示 于月林是个工作兢兢业业 培养了大量人才的优秀教师 请求法院充分考虑其犯罪动因 给于月林一个为社会在座贡献的机会 在众多的求情信中 最让办案人员动容的 是一封来自浙江的署名为程一杰的来信 我十一岁那年 父母先后因病去世 我成了孤儿 连饭都吃不饱 更不可能读书了 于老师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遭遇后 自己掏墙给我请了保姆照顾我的生活 还一直在资助我读书 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的妈妈 现在 我已经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了 再过两年 我就可以自食其力 报答我的于妈妈了 可我却突然得知 于妈妈被捕的消息 我请求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给我的于妈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求求你们 我已经失去了亲生母亲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我的于妈妈了 鉴于于月林 曾有过抑郁症的症状 法院依法对她进行了精神鉴定 扬州五台山医院司法鉴定所 鉴定后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实于月林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六月初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2010年9月9日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于月林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